都说0-3岁是应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,如果家长、学校、社会引导的早并且正确,那么每个孩子都将是语言天才。 你给孩子输入英语,他就能接收英语,输入日语他就能接收日语,也就是说不管你输入什么语言,孩子都能接收这些语言。 我们通过宝玩课程的学习,每天下班回家和宝宝互动玩游戏,这过程最让我们心醒的是,宝宝很习惯宝玩的课程,每次都能把他逗到哈哈大笑,真的还担心他笑过度了,不是开玩笑,且不说有没有学到英语,简直都成了我的宝宝神奇了。 从三个半月大开始隐喻启蒙,到现在又九个多月大了,共进行六个月的启蒙时间,刚开始宝宝就觉得,我是在逗他小,不说假话,我宝宝三个多月就会哈哈大笑了。 他开心了,我更开心,现在九个多月了,他懂得事情多了,我给他买的绘本,一直都用中英文给他解说,现在不管你用英文还是中文问他关于给他讲解过的东西。 他都能用眼神指给你看,因为他还不会用手指。 作为母亲,你应该能体会,我是有过骄傲了。 这是现阶段的故事,我和爸爸以后还会继续坚持,切开以后,我的本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